你车刮就刮了 又不是不能开 你要和我孩子谈什么 他才6岁呀 你一个大人干嘛丢这个孩子不放 6岁的小孩就能随便划别人车吗 你看我车身现在全是划痕 你作为监护人 你不打算处理呀 你脑子有病吧 我都跟你说了 小孩子不懂事 你还要我处理什么 现在4S店给我报价是9600 要是你孩子刮的话 我就算了 你赔我5000就好了 什么赔5000啊 你买车没买保险啊 你不会找保险公司去赔啊 我的车是被你孩子刮的 我凭什么找保险公司赔啊 这样的话我明年的保费不得涨啊 你别跟个没事人一样 我只管你要5000 剩下的不够我自己贴 你敲诈啊 不过7要5000 就500 你按要不要 你单是摩托车 500块钱给奥迪补齐啊 500块我都算给多了 你把这车拖去我朋友修理厂 让他把你补 500块把你喷得明明白白 你要非要去CS店也行啊 我最多就1000 你在跟我开玩笑啊 我这车进口原版原漆 现在被你儿子用布里瓜的 已经伤到底漆了 要全车重新喷机啊 哪里划了谷哪里 你别跟我整什么全车喷锡 我凭什么要给你全车喷啊 你放心 我朋友技术很好的 喷出来肯定跟你原版原漆一模一样 耍无赖是吧 事情不想好好处理的是吧 你孩子也不想管的是吧 我怎么不好好处理啊 是你现在在敲诈啊 他那么小我也管不了 要不你报警抓他呀 法律都拿他没办法 我能让他怎么样 你既然是这种态度的话 我就不用对你精神收了 车拉去4S店 该多少就多少 一分都不能少 你要不陪你试试 你看我有没有办法自你 很简单 强悍 坦然 听帖又明白